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这个单元,我将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中线性规划的图形法的技巧。 首先,我们要介绍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的目标。 图形法其实就是在解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 我们在知识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这个所有的极值,因为线性规划最重要的,我们最有兴趣的就是极大跟极小。 那么极大极小,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定是发生在限制条件的一个尖点的位置,这个地方同学一定要知道。 再过来就是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能够将这个限制条件不等式的话,好几个不等式把它综合起来,画在直角坐标上,找出尖点坐标。 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我们解这个线性规划的问题,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解题的目标。 在态度的部分,我们对于这个画图,这个不等式,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画图的部分,我们在尤其是在解这个连立方程式的时候,中间的一些焦点,这些的话计算都要非常的小心,不要有错误。 那画图的话,也是一样,因为有很多同学对于画图很排斥。 那么,其实在解这个线性规划的问题,是不能够排斥画图的。 因为画图的方法,图形法,照理说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大纲,最重要的是,线性规划的图形法是什么意义? 为什么线性规划里面,尖点的部分是极值发生的位置呢? 那么,我们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就找了两个,一个极大值的图形法的操作的一个例题,还有一个极小值的图形法的操作的例题。 然后操作给同学看,同学就知道说,怎么样去算线性规划的问题。 然后,做了这个单元,学会了以后,在下一个单元,就是应用的问题,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去解决问题了。 图形法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观念。 如果说是限制条件,以我们在这个图来说的话呢,我们的限制条件假设是在这一块里面。 X,Y的话呢,限制在这个三角形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函数,这是限制条件啊。 这是限制条件的话呢,目标函数是假设是AX加BY等于K。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线一定要在跟这个限制区域要有相交的位置。 如果说不相交,这个目标函数不可能在这边。 所以我们的话呢,慢慢的要往这个限制条件来靠近。 但是因为限制在哪里呢? AX加BY,各位同学,AX加BY,这个AB两个固定了。 表示说它这个斜率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靠近,是要算这个K。 这个K的话,我希望它若是极大值,我希望它尽量大。 我们靠近它,哦,到这边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相对的极大值。 因为这条线越靠右,越靠上,代表的是越大。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要求的是极小值呢? 极小值的话呢,应该就不在这边了。 应该再往左边走,再走,到这边停止。 这就是我们的极小值。 所以,极大值跟极小值,各位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它都会发生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尖端的点上面,这个尖端的点。 刚刚这个地方是尖端的点。 那么,会不会发生在线上呢? 线上也有可能,可是线上的话呢,也会有一个尖端的点。 我们就带点进去,笔大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介绍的是,要做线性规划的一个解题的步骤是什么? 第一步,先画出,画出了限制的条件的图。 先把这个图形先画出来,刚刚那个三角形的图画出来。 那个图,这个图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很可能就是,好几条线综合起来的一个区域。 所以,线的话呢,第一个,找出结局。 第二个,连接这个直线。 第三个,判断左边还是右边,或上边或下边。 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不等式。 我们可能要好几个,然后做一个交集的动作。 然后,找出来了以后,那个区域彻底的找出来。 然后呢,把所有我们刚刚那个区域里的尖点的坐标怎么样呢? 全部一一找到。 怎么找? 如果说,有一些不是在边缘的, 有些是在线与线中间相交的, 我们就要利用的是两个连立方程组。 把它连立好以后,算出来的结果。 那个的坐标就是我们的尖点坐标。 最后一步,把所有所有的尖点的这个合格的尖点的坐标啊, 全部都带入我们的目标函数来比大小。 最大就最大,最小就是最小。 这件事情的话来说,我们的固定的步骤就是, 画条件图,找尖点坐标,比大小。 这是我们的三个步骤。 我们就依照这个步骤来做,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解释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来找一个极大值的问题来解解看。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啊。 这个例题的话呢, 这个C啊,这个P,大部分, 这个是Profit,就是大部分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收益。 我们希望收益尽量大。 那我们现在先不讲, 不讲它的应用题。 我们就纯粹就这个限制条件。 然后,希望它这个值是越大越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当然是要先画图。 先画图,只要坐标画出来, 我们要不要画十字的呢? 不用,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大于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 它持有第一向线。 XY都是正的,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都符合了我们应用题的一个条件。 都是大于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 都在第一向线。 那么,再过来, 我们现在准备要做的是, 画, 现在我们用的是不同的颜色, 是让同学分辨清楚。 现在我们先画红色的图好了。 红色的图, 我们先看一下, 当这边要先把结句先找出来, Y等于零的时候, X是几? 是2。 所以我们通过几呢? 2,0。 再过来, 我们令X等于零。 X等于零, Y是几呢? 6。 就是 零六。 然后, 再来做一个连线。 两个结句知道了以后, 就可以画一条线了。 这是这一条红线, 就是这一个方程式的图形。 但是差一点, 差在哪里呢? 差在这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很简单, 我们看X好了。 X的话呢, 应该要往哪里走呢? 往左边走。 如果同学说, 这个可不可以看Y呢? 可以, 因为Y也是正的。 Y小于等于, 要看哪里? 看下方。 直线的这条的下面, 是不是同一个区域? 那我们就把这一块, 给它标起来。 这边的话呢, 就红了。 这边红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第二条区域, 第二条线, 所回出来的区域。 现在来看的是, 当Y等于零, X是几? 4。 当X是零的时候, Y是几? 二。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再说一次。 当Y等于零, X是四。 所以我们在四零这个位置, 大概标一下。 再来呢, 当X是零的时候, Y是二。 所以我们在零二的位置, 我们也标一下, 我们就把它连一下, 这个地方零二, 四零, 连一下。 这一条是蓝线, 蓝色的线指的就是, 这一个方程式。 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 小于等于, 这两个都是正的, 我们知道小于等于是往左, 往下, 所以我们的话, 再画出来。 哦, 好, 画出来以后,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正确的区域是哪一块了吗? 知道了, 是哪一块? 这一块, 一, 这一块四边形。 现在, 我们再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个四边形给它, 抓出来它的坐标了。 这个坐标, 我们不用说是零零。 这个坐标怎么办? 那要做什么? 做连立。 这个点, 是不是红色的线跟蓝色的线相交的位置? 于是我们的话呢, 现在先把它这几个点的话呢, 这四个点就是我们的极大极小的发生的位置。 我们的话呢, 先来算一下, 这个, 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这个不知道, 因为期待目前为止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需要有待的同学去找。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是红色的这个方程式, 跟蓝色的这个方程式的话呢, 来做一个连立。 我们采用的是, 无论采用加减消去法, 或者是代入消去法都没关系。 那么我们用的是, 我们乘三, 两个第二式乘三, 然后相减, 变成负五Y, 第二式乘三的话呢, 这边就是负十二, 这个是十二, 六减掉十二是负六, 没错, 所以Y是等于多少? 我们先写在右边, 以避免混淆。 Y是五分之六, 如果Y是五分之六, 那X是几? 五分之六, 这边是五分之六, 五分之三十六, 三十, 所以是X是五分之八,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我们带, 我们不论带这个, 带这个都没关系, 那同学的话呢, 可以算一下, 这边是五分之十二, 这边是五分之二十, 没有问题, X就是五分之八, 所以这个坐标, 我们知道了多少呢? 五分之八, 还有五分之六, 填下去, 这边也顺便填下去, 好, 就相当于我们在选择 我们的最大值的时候, 这四个就相当于 我们的候选人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四个 带下去检验, 看谁是最大, 谁是最小,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00的话呢, 我们将会对到哪里去? 同学看看, 带下去, 00, P是几, 就是零, 代表这应该是 最小值, 现在再来呢, 我们看看下一个点, 02, 好, 我们带这个, 02的话呢, 带下去, 这边是几, P是几, 02, 所以P是, 2, 再下一步, 五分之八, 五分之六, 我们看看它的值是多少, 五分之八, 五分之六, 带下去的话, 这边是2X, 这边乘上2, 就五分之, 我算一下啊, 这边是五分之十六, 再加上, 这边是五分之六, 所以等于五分之几, 二十二, 这边是五分之二十二, 最后一个, 20带下去, 这个, 这个数字带下去, 20带下去, 很好算, 这边20的话, 这边就是四, 好, 到底谁是最大的, 我们来看, 这个当然不是最大的, 因为这边有四了, 再看这个, 这个比四还大,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最大值, 这个是最大值, 这个是最小值, 那这个题目,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极大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这是最大值, 那这个题目的话呢, 就相对就解决了, 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写出来了, 当X是五分之八, Y等于五分之六十, 五分之六的时候, 会出现到一个最大值, 极大, 多少, 五分之二十二, 这五分之六, 这五分之八, 五分之六, 我们带进去, 都会没问题的, 都是小于等于四, 或小于等于六, 没错, 那么这是极大值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是, 极小值, 现在我们要的是极小化, 无论极大极小都没关系, 主要的就是, 图形画对了, 那我们的边界点都全部找到了, 带下去比大小就没问题了, 那么首先第一步, 这个题目要做的是, 先画图, 这个限制条件不多, 只有三个, 所以我们先把图画出来, 直角座标一乎弹画出来以后, 我们先画的是, 我们发现, X是大于等于二, 我们画的一下, X是大于等于二, 各位同学, 在我们的不等式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牵直线, 而且是有等于的是实线, 那先把X等于二先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然后的话呢, 他说是什么, 在大于等于, 那么一定是在图形的哪边呢, 右边, 我们把它描绘出来, 在右边, 再看这个, Y大于等于二, 先讲Y等于二, Y等于二, 是不是一个水平线, 大于等于二, 是在上边, 来, 我们把它, 把这个做标, 先标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然后这是在上边, 还下边呢, 上面, 大于等于, 所以是, 上面,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边的话呢, 因为要, X又要比, 二大, Y也要比二大, 所以是, 这边都不要了, 这边都不要了, 这边都不要, 这边都是不要的, 我们要的是这一块, 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条件, 这个, 先把X加Y等于六, 画出来,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的是, X加Y, 这个, 这个斜率为负一, 它的图形是这样画的, 那我们就先画出来, 然后再把它的焦点先找出来, 好, 现在的话呢, 这个叫做, X加Y小于等于六了, 小于等于的话呢, 同学应该心里很有底了, 它是在往左, 往下, 我们的区域就是这个三角形了, 现在重点是, 要把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坐标的话呢, 都把它标列出来, 但是这个, 这个区域这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这个区域的, 这个重要的坐标列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是零二, 代表Y是多少, Y横为二, Y横为二, 那这边Y是二, X是几, 就四了, 所以四二, 这边不用说, 这边一定是二二, 那这个呢, 二四, 这边的话呢, X是二,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填二, 然后, 然后呢, 这个四的话是, 因为带进去, X是二, Y就是四, 那这个区域的话呢, 就描绘出来了, 描绘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要准备的是, 做的是, 笔大小了吗? 是, 重点的话呢, 是三个, 我们的候选人有几个, 有三个, 是哪三个呢? 这个, 这个, 还有, 这个, 极大跟极小, 一定是落在, 这三个里面的, 其中两个,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来计算, 一个一个来比, 比大小, 请看, 22带进去是多少, 22带进去, 这是, 呃, 4, 加上, 6, 这边是, 10, 没有问题, 再来呢, 22完了以后, 42, 42带下去, 4, 4的话, 42得8, 然后再加上, 223得6, 所以是, 14, 这边写出来这是几呢, 14, 这比较大一点, 再过来是, 24, 我们把它写出来, 那对出来的结果是, 这个带2进去, 24, 4带下去, 4, 32, 所以这是16, 更大了, 那今天的题目是要什么, 要的是极小化这个, 所以最大值是多少, 极大值是, 16, 极小值是, 10, 那么, 我们就把它, 这个题目就解出来了, 当, 当X是几, 当X是, 它极小化, 我们要的这个答案, 当X是2的时候, Y是2的时候, 会出现, 一个极小值, 是多少呢, 是10, 这个单元,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刚才, 刚刚说到哪些重点呢, 重点是在于说, 只要是出现极值, 它一定是在哪里呢, 在限制条件的, 尖点上面出现,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图形法的一个, 解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 画图呢, 同学, 我们刚刚做了两个例题, 都是采用画图的方式, 那各位同学, 应该知道我们的, 大概的流程了, 第一个, 我是不是都是找, 先找拮据, 第二个, 我们把这个线, 拮据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 再判断一下方向, 那么, 最后一步, 只要是尖点的话呢, 我们先求出了坐标之后, 就要带进去比大小, 因为那些是, 这些尖点的坐标, 都是, 极大值, 或者是极小值的, 出现的位置,